上回我们说到十一娘嫁到徐府之后 第一次请安就有点没难 再到后来在饭桌上 更是尴尬不已 毕竟徐太夫人一直帮着窃室桥连房说话 尽管如此十一娘还是忍受下来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找到杀害十一娘的凶手 所以现如今家中权力几乎在桥连房手上 十一娘又是否会坐以待地 好 好了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锦心四域第九至十集 大家好 这里是轻轻影视 十一娘在床上十分小心 徐令仪稍有动作 她便当即提高警惕 不死大姐 因为是夫妻又不是陌生人 接着徐令仪问起十一娘为何不歇息 十一娘知道她有些睡不着 我看你不是睡不着 是因为有她睡不着 于是她准备去看会书 徐令仪知道她的小心思 只让十一娘到脑阁休息 十一娘大松一口气 至于吗 每天都这么小心翼翼干啥呢 连忙抱着被子前往暖阁上睡 次日 徐令仪醒来发现十一娘踢被子 她嘴角浮起一抹无奈笑容 这像极了老父亲操心的心情啊 细心地上前为十一娘盖好被子 画面一转 徐令仪主动接近国公眼 提起夏苗的射箭比赛 为国公却仍介怀胡大人之死 别这样大哥 前往别天狗好吗 往常夏苗都是她与胡大人一较高下 如今却一人独胜 没关系 可以让徐令仪陪你 品质保障 徐令仪看着魏国公的背影 准备趁着夏苗这个机会 跟魏国公谈一谈 之后 徐令仪回府 恰好今日是十一娘回门的日子 罗家少爷带礼物来拜见徐太夫人 好乖巧啊 但是看着你给这种人送礼不喜欢 徐令仪写着十一娘一同回罗府 二人拜过高堂后 罗大夫人让十一娘同她回房说梯几话 悄悄话来了 大家要避卖了 在听到十一娘被乔联房夺取掌家大权之后 不由得勃然大怒 你看吧 千万别太好欺负 不然还怎么待 没有想到十一娘这么不中用 罗少夫人为十一娘说话 大夫人让十一娘回府之后 务必多听陶妈妈的话 后宅之中 先发之人 好懂 这位家伙好懂啊 若十一娘任由乔联房 日后别说权利 就是名分也会被夺去 这个倒是 我怎么感觉到她还一负无所谓 这一天五娘与二娘回到罗府 五娘见如今十一娘荣光焕发 打从心底里替十一娘感到高兴 这才叫做好姐妹啊 不过别高兴了 二娘心底不屑 却只遮掩着自己手上的淤青 好家伙 这是遭遇家暴了呀 家宴之上 二娘看着十一娘 为徐令义加菜 她故意提起原娘 引得气氛异常 你这人就是特别扫兴知道吗 让人瞬间没意思 更是提起吕一娘 导致十一娘不慎洒落汤水 在徐令义身上 十一娘的莽撞令大夫人不怨 她出言训斥十一娘 话中有一提起 乔连房执掌中愧一事 无语了 明明是某人哪壶不开提哪壶 徐令义开口为十一娘说话 再加上罗少爷在旁缓解宴上气氛 一场家宴这才安然度过 爱十一真的好可怜 回复途中 徐令义认为 十一娘必是同大夫人说什么 大夫人才会提起 掌家权之事 若十一娘借怀大可 直接商讨回来 能商讨回来吗 这话说的河马都要笑了 不必在暗地里行事 其实十一娘知道 徐令义是在暗讽她跟原娘 如今原娘离世已久 人家都已经下线了 你也不愿意放过人家 她不希望听到徐令义说 原娘的任何不适 之后 徐令义下车时 向十一娘伸出手 十一娘却赌气 不肯扶徐令义 自己下马车 好家伙 这算是给了一道脸吗 怎么那么尴尬呢 徐令义吃扁后 她让十一娘自行回府 哪怕身边小厮说 自己没公务在身 她也称自己要回衙门 闹脾气了帖子们 这两家伙终于闹脾气了 十一娘让徐令义自行请便 她压根并不在乎徐令义 徐令义回衙门 一直堵着一口气 林波问起然而 徐令义并未多提 可别做好吗 已经有一个了 只称续贤之事 并非她所愿 她只是人人娘一个心愿 别解释了解释就是掩饰了 日后只希望二人能相安无事相处 这夜 徐令义并未先在西跨院 闻一娘一边吃糕点 一边跟情一娘八卦起西跨院的事 果然两个女人待在一起 最喜欢的就是八卦 认为十一娘书远娘很多 二人自回门后便一直冷着 徐令义来看望徐太夫人 徐太夫人却让徐令义多去看后院的女人 不能一直冷着几人 一个人也宠幸不来那么多人吧 所以说一夫一妻都好 徐令义听此 这才一部后院 前来见乔连房 难得了 竟然会来见这朵莲花 连房正在院中带一曲高山流水 她知晓徐令义经通情义 故想与徐令义同奏高山流水 以这样像集了一个绿茶粉丝 徐令义轻抚琴弦 想起朝堂之事 她感谢连房在自己出征之时 对太夫人的照顾 并允诺的空时多指点连房情义 现在好了 宠幸另一个了 十一娘你还怎么办 话落徐令义转身离开 只在书房里吩咐赵尹 将一本红色琴图找出来 宋女联房 而联房在看到琴图 没看到徐令义时心底失望 得了吧 人家已经很不错了 还来谈一首琴 次日 徐令义前往文一娘房间用膳 文一娘特意准备一大桌子菜 给徐令义享用 不是吧 还真的开始雨露均沾了 她为徐令义成了一碗餐鸡汤 一碗鸡汤便价值二十多两名字 你们一大早不会就开始吃黄金了 徐令义没有想到 文一娘如此挥霍便先行离开 之后 她来到秦姨娘处 秦姨娘为徐令义泡茶 徐令义欣赏起秦姨娘房间里的景图 还真是够忙啊 到处跑妈这个算是 可秦姨娘却不识死风雅之事 她一直介怀自己失去孩子 不能再拥有自己孩子之事 你的后院里面 还真的各种故事都有啊 徐令义只让秦姨娘看看些 便离开房间 夜晚 徐令义在房间歇息 她梦到徐家霍乱 不由地从梦中惊醒 她意外看到十一娘的身影 二人谈论几句 十一娘明确告诉徐令义 她无意争长家之权 就是就是 你不操心 你家里人替你操心 而她也知道 徐令义的烦心之事 想得太多 却又无力改变 看来是有一碗心灵鸡汤啊 十一娘来到丹阳房中 让丹阳将心仪秀婷给她查看 丹阳看不起十一娘 她本想奚落一番 你这是什么态度 人家徐令义还不这样呢 可没想到 十一娘却知晓她手中的善念 出自何处 机智吧 被吓到了吧 之后十一娘便前往二夫人那边 二夫人见十一娘端向秀品 知晓她并非只为秀品而来 认为十一娘解忧 是个好人 快点发个好人牌 十一娘见二夫人并无恶意 只问起慈安寺之事 好家伙 一问就问这个事情 二夫人坦言 那日一直陪在徐太夫人身边 并不知道其他线索 她劝导十一娘 不要介怀于过去 把握好当下才是 话是这么说 人家杀母之仇呢 十一娘与东青在院中 看到几只刚绽放开的花 二人点起脚尖也摘不到花 路过的徐令仪 顺手帮十一娘摘了花 你还总是恰如十一的出现了 并提起执掌中愧之事 表明她的立场 十一娘是当家主母 理应尽快熟悉家务 这就是特权降临吧 党也挡不住 之后 十一娘来向徐太夫人请安 她已经查过个院秀品 都没有她想要的线索 霸气上线了是吗 活过来了 她推辞秀面之事 她的知男儿退令乔连房更为嚣张 丝毫不将十一娘放在眼里 小样你还是闷了一点 人家不想跟你斗而已 钟妈妈是看管仓库之人 乔连房让丫鬟前去收拢钟妈妈 钟妈妈在为个院派发赎锦之时 动手脚 把十一娘的奋力给乔连房 好坏的女人 要是缺钱 完全可以出去靠双手打拼 而陶妈妈看到 十一娘收到的赎锦时 十分气不过 当下就不顾十一娘的劝说 前去找钟妈妈讨个说法 看吧 还是有好心人出来帮忙讨要说法 陶妈妈要求 她将十一娘的赎锦交出来 全府都知晓 十一娘如今不受宠 好家伙 那也不必这么对待人家 徐立立已经好些时日 没去西块院 钟妈妈仗着自己 有桥连房撑腰 她跟陶妈妈争论动起手来 你两等着吧 这事肯定会闹大 此事闹到连房呢 连房执掌钟愧 针对于陶妈妈 二话不说 救命人将陶妈妈仗则三十 你这女人也真是够无语 动不动就仗则 十一娘前来拦住连房 连房仗着自己有掌家权 想压住十一娘 十一娘却条理清晰 以条条章法 堵得连房哑口无言 这就是霸气的十一娘 还敢欺负人家的人 赎锦之事虽然是连房行事不周全 可太夫人还是想要护连房 她在花厅上称赎锦是她分配的 好家伙 还是受宠吧 日子久了 看看谁对你最好 话中有意让十一娘做好本分 管好自己的人 十一娘没有半分生气 只笑着应下 这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是吗 反倒是丹阳看不过去 斥责起周妈妈的无规无举 太夫人只好意思意思 罚了周妈妈两个润润淫 回到房间里 陶妈妈为十一娘抱不平 十一娘却不慎在意 陶妈妈心有不甘 让十一娘谨记她嫁到徐家的墓地 连个女下人都能记得 我说十一你可别忘记 乔连房穿着属锦新做的华丽衣裳 来见徐令仪 她为徐令仪准备糕点 可徐令仪早已经知道这些事情 于是警告乔连房 不要再穿这件衣裳 你看吧 累骂了吧 我说什么来着活该呀 夜晚 徐令仪来到十一娘这边 表示自己即将出去 让十一年注意点身份 不要再惹事 你这话说的 事也不是他惹的呀 这些话 让十一娘听着很不满 两人不欢而散 之后 十一娘告诉乔连房 自己对徐令仪没有一丝兴趣 但乔连房不愿相信 大姐是傻了吧 人家都说了对徐令仪没意思 她还是想要争主母的位置 开个BIP而已 有必要吗 如今十一娘与乔连房矛盾升级 而徐令仪虽然警告乔连房 却也不忘告诉十一娘要恪守本分 这让人家十分委屈和生气 所以最终两人又能否和好呢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